所謂的下巴的線條是從骨頭還有上方的肌肉還有皮膚的紋理所構成 不管是玻尿酸或其他的填充劑都應該要注射在骨頭的最深處 閃充到後就可以自己像黏土把它捏回來這種情形 大家好我是整型外科薛榮華醫師 其實我們的下巴的線條基本上就是從下方的下顎骨跟上方的肌肉還有最表層的皮膚 來拉出一個漂亮的一個線條 常見會來做一個所謂下巴的諮詢的患者或者是求美者 我們可以常見的問題就是第一個就是從正面看的時候下巴的長度不夠 第二個是從側面看的話他的下巴的下顎骨的線條有點像後縮 另外一個常見的族群就是長度跟後縮力都還OK 但是這個地方看起來也太平了 他想要再尖一點再刮直臉一點 另外第四類就是可能臉比較方一點 他想把它整個線條再拉得比較長 這時候就可以使用一個下巴的微調 讓整個比例看起來更像瓜子臉 求美者在網路質詢的時候會看到所謂的三挺無眼 這樣子的字眼 所謂的三挺其實在我們的下巴美學的時候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會把我們整個臉的比例 從上面髮際線到眉心 眉心到鼻翼的下緣 鼻翼的下緣到下巴分為三等份 比較好的比例就是個是1比1比1 另外我們在側面看的時候可以看到所謂的這個側面的線條 我們可以發現直線的部分 眉心到下巴要是一直線 從側面看的時候 我們的鼻尖到下巴的連線也是一個完整的連線 不要過度的後縮也不要過度的前進 嘴唇的這個比例到中線 中線到下巴是1比2 這樣子的黃金比例 基本上是一個我們現在公認的一個美學的比例 但是其實大家要注意到 我們每個人的臉型都是獨一無二而不一樣的 不應該套用一個數學公式 就想要套用在每個人的臉上 最重要的還是要來跟醫師做一個親自的面診跟檢查 讓醫師跟你溝通出一個最適合你的黃金比例 我們又要請到我們的小白同學 當時我們有講過所謂的下巴的線條 是從骨頭還有上方的肌肉還有皮膚的紋理所構成 有些窮眉者來到診間 你可以發現它的這個下唇有外翻的形形 下方的皮膚皺成一團甚至有大理石狀的花紋 這時候你就可以考慮說 它其實是骨頭上面的這一塊顆肌 這個顆肌不是狗狗的顆肌喔 就是所謂下顎骨上的一塊肌肉 我們把這個地方使用肉毒感 訓出做放鬆之後 大約兩周再回到診間 這時候你可以回來看到 如果它的後唇已經外翻改善 皮膚皺的紋理變得比較平滑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來做註射的一個評估 是不是需要原本評估的微整型的量 有需要這麼的多 還是說我們可以減少肌量 又可以達到一個比較綿觀的沙發 這個可能是很多網路的謠言 說撞到之後還可以自己去揉 你也把它調回原本的形狀 其實一個專業的醫師在做注射的時候 第一個你的層次要對 不管是玻尿酸或其他的填充器 都應該要注射在骨頭的最深處 肌肉的下方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相對穩定的一個區域 第二個是材料的選擇 我們在選擇材料的時候 應該要選一個內聚力比較強的一個材質 這樣子它才不會因為經過揉捏而往外擴散的情形 所以像網路一樣的人說 不小心撞到後就可以自己像黏土把它捏回來 這種情形呢 大概是不選在雲專業的注射上 好有些熊美者可能想說 我未來有可能想要做下巴手術 但是我現在可能不管是時間上不能配合 或者是我會擔心手術後的成果 所以我想先用微整形的方式去模擬一下 自己做完下巴手術的一個效果 但是又怕會不會打了填充器 就不能夠做所謂的下巴手術呢 其實我們要看看它的材質的選擇 如果第一個你是選擇玻尿酸的材質 其實我們有所謂的降解面 可以來把它做分解 大部分的玻尿酸 都可以完全的分解成水分而被人體給吸收 那另外呢 所謂的這些其他的材質 它也還是會有分解的狀況 只不過這個時間可能會長達1.5年到2年以上 那如果有要做手術 可以在2年之後再來做手術 也是一個比較保險的做法 好 那我們常見的下巴填充器 包括玻尿酸還有所謂的微精子 玻尿酸現在其實都是使用人工合成 非動物性的一個玻尿酸的材質 而在所謂的微精子的部分呢 它是30%的鈣質化而入 跟70%的黏膠縮組成 那這個大概是兩者成分上的差異 第二個的話呢 它呈現的感覺其實有點不一樣 在玻尿酸的部分 是一個比較透明Q彈的感覺 而在微精子的部分 它因為有鈣質的成分 稍微會有點偏硬朗 骨性的結構的感覺 那在功效的部分呢 其實玻尿酸很單純的就是填補凹陷處 而在所謂的微精子的部分呢 它除了填補凹陷 還有一點稍微的 膠原蛋白刺激的效果 那在維持的時間上呢 玻尿酸基本上 根據不同的廠商的宣稱 大概1到1.5年之間都是可以達成的 而所謂的微精子的時間 稍微會再長一點點 大概是1.5年到2年之間 而所謂玻尿酸的優點 基本上它的價格是相對比較親民的 而在微精子的部分呢 它的優點則是它的苦性的結構 比較硬朗的感覺 會比較明顯 而在缺點的部分 因為其實兩者都是外來填充劑 如果沒有經過專業的醫師做濕打的話 其實都還是有血管酸塞的風險 造成皮膚壞絲 甚至所謂的失敏的現象 那另外的話 微精子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沒有降解膜 可以來做分解 所以只能隨著時間 慢慢的去做代謝 以上大概就是 玻尿酸跟微精子 常見的一個比較討論 想要做下巴的族群 來到整間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先從正面觀察它的臉型 如果你只是只有正面的這個長度 不太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以普通這個下方圍組 可是通常我們要轉到它的側面去看 下巴有沒有後縮的形形 我是不是要把它打得再翹一點點 另外我們在所謂的臉型的兩側 這個地方有沒有凹陷感 有沒有需要做補充 另外一個是 常常微整的一個盲點 沒有去注意到的 就是層下方的這個凹陷處 常常都會被忽略 有時候整個微整型打完之後 會發現這個地方特別的凹陷 其實薛醫師也都會針對這個地方來做補強 才不會造成說 所謂看起來很不自然的凹陷感 所以這樣子整體評估 一般來說大約一支到兩支 都是很合理的範圍 當然也有的患者會需要到三支 因為延伸到外側的線條出去 那薛醫師也會被問到說 如果我有剩下的 我可不可以拿來打別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要想想 這個我們所選的一個材料 是針對下巴的這個硬度 所以如果你拿去打在這些比較柔軟的 比如說蘋果肌啊 或者是淚溝啊 其實它材料上是不適合的 所以我並不建議把剩餘的東西 做一個廢物的利用 好不管其實是做微整型 或者是手術都是一樣的 它都是一個輕入式的療程 所以我們必須先問求美德 你有沒有在吃抗淋血的藥物 你有沒有在吃一些活血的保健食品 你目前有沒有生理期來 因為這些情況呢 都會讓出血比較容易發生 那術後的瘀青腫脹 甚至急性的出血 比例都會比較高 另外呢 如果你有在懷孕期間 所謂的微整型也都是絕對禁止的 好 除了這些本身的條件之外呢 另外如果你的這個所謂的 注射的部位 現在有一些發炎的前行 不管是嚴重的青春痘 或者是之前有接受過手術 下面有鋼板等等的植入物 都要讓醫生知道 這樣子醫生才能夠做出 最完整的宿前治療 跟術後的預防 通常呢 我們做完微整型 醫師都會開啟 所謂的抗生素 跟消炎止痛要讓各位吃 一定要服用 避免感染的發生 那在洗臉的時候 也不要用力的揉搓 這個注射的部位 那一個禮拜內呢 可以盡量的冰敷多休息 避免它腫脹的發生 也要減少去烤箱 三溫暖蒸氣室 這些比較熱又潮濕的環境 重點是呢 在這個注射完之後 如果你發現你的這個下巴的部位 發生不敏原因的 有紅、腫、熱、痛 甚至有發燒、分泌物的產生 一定要讓診所還有醫師知道 因為這個都有可能是 感染的一個前兆 不管是任何的注射或是手術 良好的醫病溝通關係 都是持續的互動 持續的回診 然後讓醫師知道你現在的狀況 這樣子在未來 兩者的一個互信 也會更加的完美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